現在已經沒有短暫停可以喊了 高國豪 兩男的出手就兩根投進去了 高國豪 在剩下7.76秒的時候 用個人能力把這個分數壓了過去 工程師103比102 高國豪就是為了這種大場面而生的男人 中國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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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зы 中國豪 中國豪 抑著換手運球 轉身的後揚跳投沒有投進 來看一下這個球權 在誰在手上呢 在工程師手上還有17秒鐘 看一下要怎麼執行 現在現在短暫停可以喊了 高國豪 拿他的出手這兩塊投進去了 高國豪在剩下7.76秒的時候 用個人能力把這個分數壓了過去 攻城是103比102 高國豪就是為了這種大場面而生的男人 其實那一球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那雖然時間剩十幾秒 應該是要在時間更少的情況下去的分 但當時的情況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拼一波 雙手灌籃 哇 反而林舒豪賠上犯規 這是林舒豪個人第六犯 對 今年禮航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他們在自家的主場 他們的效率很差 地盤給球 吳貴瑋三分球進 林舒豪 這個球是受雙眼 哇 消失 雙手灌籃 地盤 幹 運文 當聲壓卡牙千驅 競盤 戰身球進 呂壞這隊出手 也差了一點點在籃底下 抓到了襟攻籃板 這是 Tony Mitchell個人 第五次的犯規 2 老倫斯又要直接開進來了 這個球是勝利 1 這個球 裁判認為是防守方 又是抓林書豪的犯規 那是個人犯規第5次 這邊是比較招勢的 反而林書豪賠上犯規 這是林書豪個人第6犯 小白來談一下吧 這場比賽 你們在賽前有想過會打成這樣子嗎 然後你們可以終止國王的開季七連勝嗎 因為前面幾場其實我們都輸得特別的大 特別是在主場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球隊其實打幾球來可能都會沒有自信 那其實今天這一場其實我們大家就是全力去拚 然後最後贏下這場勝利這樣 這場勝利